大家好,我是宝哥的故事小助理,以下要讲一个真实的小故事,要是佛多话我爸爸,以下故事以第一人称叙述,新的一年又来了,今年已经70岁了,记得去年的过年因为确诊只能一个人在台北家隔离,老婆带着女儿回南部,一个人在家里电视也不知道转那一台看,看到桌上的一本钥匙经书,是女儿常常会拿来念经为我们祈福的。 也没有接触过经书,觉得经书是出家人念的,因为在家里没事就拿来看看里面写的是什么,这一看不得了了,世上怎么有那么好康的事都写在里面,难怪女儿每天念,于是自己慎重其事地端身正坐地念起经,反正一个人在家没人看到,念完一部经后全身冒汗通体舒畅,感觉病已经好了大半,原本自己是无宗教信仰的人,第一次觉得这经不可思议, 我从初二开始念到了初五,也自己上网学药师咒,这咒语那么好,不学起来可惜。 女儿每天打电话回来,问我身体状况,我都说很好,后来她是忘记在药师经放桌上了,请我帮她放书柜。 我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拿来念,初五女儿回来时看我经书一样放在桌上,和我说怎么没有放书柜,我才不好意思地和女儿说我拿来念。 女儿好高兴,高兴哭住说谢谢药师佛度化我爸爸,连我太太都觉得我会念经是奇迹。 后来我每个礼拜都会送大概三部药师经,女儿也去寺院街园一张药师佛照片挂在墙上。 虽然自己对宗教活动不懂,但是这药师经自己的体验真的是太好了。 女儿鼓励我可以和大家分享,于是在这春节的时候和大家分享。 祝大家新年快乐!